也是一位活得精彩的老菩萨 他是在台北的慈祭志工 赵秋秀兰阿嬤 年近八十经历丧夫之痛 在慈祭人的陪伴下 他开始走出家门做志工 欢喜复出 也感受到慈祭大家庭的温暖 拿刀切菜 俐落的刀法一做就是六年 虽然不是长厨 但78岁的秀兰阿嬤 什么工作都是抢第一 简单一句话 却在过去这段时间 陪伴着阿嬤走出丧夫之痛 丈夫的往生 国外女儿一通电话将他牵引了出来 因为承担香气志工开始有了生活重心 小小香气厨房每天都提供环保志工美味的点心和餐点 家人般的情感也让阿嬤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家人都会比较关心关怀 家人都会比较关心 家人都会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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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新闻小智杰 邱品豪台北报道 家人都会比较好 广亏部的淢曳